我们寻着勤劳们的指引 来到过去被强征成为农场 监狱 班哨的遗志 以及仅存的传统乌群 当一层又一层的真相逐渐被剥开之际 我们也听见了不少让人心酸的故事 那些隐藏不为人所知的伤痕 在竹人心上化浓成疮 透过口述流传在子孙耳中 却隐晦的不能被记录下来 第一次来 他们在民国是12年 12年 我们那时候是五小四年级 所以我换算我的那个岁数应该是在十岁的时候 他们都是在登陆在这个八台湾这个地方 红球这个地方 那他登陆分两座 第一个他人犯 他是国防部 警备总部 还是这样子的 他以前排楼是在哪里 是在相公所的那个 插入那个地方 那是以前排楼 这个单位是属于警备总部指挥中心 整个生活范围就整个岛屿 会被认为是一个监狱 会被认为是为一个垃圾场 甚至是一个实验场 但是这样的案例活生生的发生在兰语 他是一个没有铁蓝的建议 因为众刑犯甚至可以脱逃到外面活动的时候 对于兰语的父母甚至有强暴的 甚至有偷窃的 甚至有伤害的 全岛是一个监狱 所以兰语人长期以来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下 为什么中华民国要这样子对我们 我们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华民国